那這五個按鈕怎麼做出來 基本上也是一鍵完成 總共會分成有五個按鈕 這五個按鈕分別就是產生樂透彩 清除掉 然後做格式化 格式化指的是排名的格式化 再來就是說清除格式化 再幫我把前七名的抓出來 總共會有這五個 基本的也是如果你要把這些 這個動作做成自動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這樣 先清除掉 加上樂透彩 這個樂透彩裡面就包含幾個動作 其實就是把 這個 這個 這個的公式 其實我是用丟公式的 把公式丟過來 但是不是只有一欄 它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所以四個欄位 幾個回圈呢? 其實放一個回圈裡面就好 所以寫出來的話 基本上跟剛剛我們講過的是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跑回圈 for I 等於二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 B 欄裡面放什麼? 放這個東西 但是裡面的話 第二列的部分 會需要變動 所以二變三 這邊把它改成 I 這邊的話呢 C欄裡面放什麼? 這個也是把這個改成 I 這個是相加 那相加直接就丟 二的話會變三 所以這個也要變 I 排名的話呢 也是啦 這個地方 第二改成第三 好 那把它放在公式裡面 做完就OK了 做法上面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因為剛剛有做過類似的 就是一樣嘛 插入一個 sub for I 等於二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都一樣 所以其實以後 你們就套公式 範本 這個可以當範本 以後反正你的工作裡面 有類似的需求 你就可以來這樣改 然後呢 就把 B 欄 貼上後面的公式 這公式怎麼來的? 就是把這邊的公式貼過來 本來這邊 A2對不對 把這個改成 I 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應該沒問題 你只要改對 其實很快就做完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會需要變動的 這邊也是一樣 都是 I OK 如果你可以看得很順 然後一下子就可以把 其實做久了 大概一下子就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清除的話就是清除 空置串 那記得 我建議各位 養成一個好習慣 千萬不要這樣子 有同學就很習慣了 就是一定非得要裡面 給他放個空白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看得到嗎?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可是程式最後就錯掉了 像同學有問我 為什麼老師最後那個 你的程式放上去 結果就不對了 仔細一看 要看很久 而且他如果字沒有放大 我還看真的還很難去分辨 不過滑鼠一掃 多了這東西 多了這東西 裡面就不是空的 也就是你有個空白 放在哪裡 放在儲存格裡面 他將來 就會 不是把你當 如果你裡面按個空白 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將來判斷的時候 這裡面就不會是空的 他就代表說裡面有放資料 那個資料就一個空白 一個空白也算是資料 OK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了 那怎麼會知道裡面有資料 OK好 所以養成好習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清楚了 那至於格式化 格式化 剛剛不是按下格式化 那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很簡單 要清楚 其實我這個地方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 把剛剛的動作 在做之前 做一個什麼 錄字去旗 這個 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何錄製一個劇集 那你想說那個 有些程式你不會寫啊 VBA 我怎麼知道怎麼去格式化 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VBA最貼心的地方 就是說 你不會寫的東西 你可以用錄下來的 也就是說你剛剛的動作 你可以在做之前 先把它彩排熟悉過之後 再錄製 錄下來的東西 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了 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錄下來的東西 你還可以拿來修改 它錄下來的東西就是一個VBA 那你如果暫時看不懂沒關係 反正它可以WALK 那至於 要怎麼去修改成你要的東西 這個下個禮拜我們還會再講 如何錄製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錄製 那怎麼錄製 這邊就打一個